把那個我們按下一個訂購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先插入一個按鈕好了 這個按鈕部分 不過現在保護了沒辦法加 你可能要先把它取消掉 才能夠加一個按鈕好了 那加按鈕按下去之後呢 那哪些要儲存起來 比如說假設 我這邊增加新增一個工作表 叫消耗明細 那上面給幾個欄位好了 比如說我假設 我要儲存的欄位名稱 就是這幾個好了 分別就是像單號 訂單日期 到貨日期 客戶編號名稱 理論上 其實大概儲存一個客戶編號 其他都查得到 不過呢 怕說你到時候還在查編號麻煩的話 那你就通通都把它 先填上去好了 那假設我要 最後就是總額好了 假設我要這個儲存的 是這些資料的話 那當然 如果你還要再儲存其他的資料 你自己再把它加上來 總共會有這個 總共八個欄位好了 這八個欄位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當我按一下訂購之後 可以把這些資料 通通都怎麼樣呢 摳過來 而且分別一個蘿蔔一個坑 把它放過來 放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把原來的 這一個資料呢 把它清空 或者是說呢 清空之外呢 這個單號看看能不能自動加一 這樣的話呢 那就更完美了 為什麼呢 因為加一之後下一筆訂單 它就自動編號了 你就不需要說人工來Key 因為人工來Key 你要看一下前面的訂單的號碼 然後再加一 這樣子其實還是有點麻煩 盡量單號看看能不能自動化 那是最最好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部分 那把那個白色的區域呢 也把它清空掉 那這樣就變成一個新的一個 空白的一個表單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要怎麼做 我想第一步呢 請各位先把這八個欄位 先把它這個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上方呢 產生大概這八個欄位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如何利用那個VBA 來做這個動作 這個是有點難度 當然你也可以用錄製聚集的方式來做 不過你會發現 錄製聚集錄下來會非常多動作 而且沒有辦法再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這一題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直接來用Visual Basic來做 那必須要寫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部分怎麼寫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先把這些資料先key上去 那再來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些動作我要做 第一個 我們一樣要切換到這個Visual Basic 切到這裡的話難度就變高了 因為你們現在是開發人員 這個是開發人 Visual Basic裡面的話 要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進到Visual Basic環境裡面 然後呢 我這邊 這個是我之前寫的 我們CH 這個我先把它關掉一下 預測你們進來裡面應該是空的 那在你們的這個專案上方 一樣 第一件是要做什麼呢 還記得吧 因為我們這裡面有沒有 可以寫程式的地方 沒有嘛 所以要怎麼樣呢 一樣按右